大家好,我是莉莉 辣椒油是用途很广泛的一种调味料 辣椒粉和各种香料通过适当的油温融合在一起 激发出了神奇的美味 一碗好的辣椒油可以让人回味无穷 一起看看怎么做吧 首先盘中准备花椒,小葷香,八角,草果,桂皮和香叶 具体的配方和含量,我都给大家标在图中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稍作调整 这几种香料是在超市中也很常见的 另外准备一个干净的盘子 我们需要放入新鲜的大葱,姜片,香菜 准备一些切好的洋葱片,还有6颗大蒜 现在准备一个锅,倒少许油 放入100克花生 炒至金黄酥脆 现在准备一个干净的碗 在碗中放入50克粗辣椒粉 再放入50克细辣椒粉 这两种不同的辣椒粉可以给辣椒油带来不同的层次感 再加入白芝麻,增香 加入10克盐 然后10克糖 还有15毫升的白酒 用来增香 下面准备100毫升的室温油 直接倒在辣椒粉中 要充分的搅拌辣椒粉 这一步很关键,能防止辣椒被热油炸糊 现在我们把炒好饭凉的花生米进行粉碎 不用太细 粗细不同的颗粒感 更是给辣椒油添加了不一样的风味 花生碎放入辣椒碗中充分的搅拌 让几种食材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在锅中倒入500毫升的食用油 开中火加热 先倒入洋葱,葱段和姜片 这些材料因为含有很多的水分 需要更长时间的炸制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们放入锅中 开小火慢炸 用筷子不断的翻动 炸至香味出来 颜色变暗的时候 再放入香叶,八角,桂皮这些材料 进行小火慢炸 一定要有些耐心 不停地用筷子进行翻动 火候如果控制不好 这些材料很容易被炸糊 大概十分钟以后 颜色就会变成这种金黄色 洋葱已经基本脱水了 整个厨房都会弥漫着难以抗拒的香味 我们把这些材料用漏网捞出 开大火 加热油温 大概20秒 仔细观察油的颜色 就会发现油也在慢慢地变深 油温升高以后要立刻关火 用勺子这样翻动几下 少量多次地把油泼到辣椒粉中 就像这样 准备一个小勺要立刻进行搅拌 等热油被充分地吸收以后 我们再进行第二次 泼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防止被烫伤 同样快速地用勺子进行搅拌 整个过程可以分四到五次来完成 每次泼油以后一定要用勺子快速地进行搅拌 降温 这样香喷喷的辣椒油就做好了 麻辣拌面 爽口的凉菜 美味的凉皮 口水鸡 淡淡面 所有的这些美味都缺少不了辣椒油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您 简单的食材不一样的美味 我是莉莉 感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大家